這個喉嚨果在我們越南 只有白色的 沒有紅色 來到台灣才吃到紅色的 那時候很開心 就偷偷在台灣切了好幾段 包了很多就包行李 拿回去越南種這樣子 民眾黨立委麥玉珍上台致詞 講到台灣生產的喉嚨果 細滋滋的分享 曾經切斷偷偷帶回越南 引發台下一陣花瀾 那時候就是因為這樣子 就想說拿回去種 對 但是種不起來 此言一出 台下聽眾都替他捏把冷汗 違法的事情 麥玉珍怎麼會在公開場合自爆呢 似乎發現不太對勁 麥玉珍這才趕緊改口 沒中成功 不過事後還是遭到質疑 不但講錯話很失禮 而且還有違法嫌疑 委員所提到的 就是也許是玩笑話 或是也許是真正的 我們沒辦法確認 但是相對的就是說 我們還是呼籲我們所有的國人 就是我們的品種是我們農民 辛辛苦苦的一個預程 然後希望說能夠確保台灣優勢 就是不要輕易地把台灣的種年 輸到其他的國家 一時失言惹出風波 麥玉珍在臉書公開致歉 談言對相關的法律規範不夠了解 還強調發言本意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誤觸法令 共同守護美好家園 民視新聞黃玉倫 蔡瑞妍 台中報導 這是從台灣出產的紅燈國 從台灣出產的紅燈國